你好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呢 名叫《流星之伴》 这本书的中文版啊 大约有25万字 我呢会用25分钟左右的时间 为你来讲述书中的精髓 兄妹三人 必是找出杀害双亲的凶手 他们被这共同的命运 羁绊到一起 在福尔摩斯大侦探中 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位生活在小乡村的绅士 我们呢称他为A A啊每天衣着整齐的坐着车 去城里上班 据听说啊 他有一份薪水不菲的体面工作 他的妻子贤惠 孩子聪明 可以说是家庭美满 同时呢 城里有一位乞丐B B啊就比较悲惨了 看起来四肢残缺不全 趴在地上 并且面貌恐怖 看一眼 就令人产生同情心 所以人们经过的时候啊 都会施舍他 很多和A同村的 去过城里的人 都见过这位可怜的乞丐 某一天啊 A去上班 却失踪了 家人请福尔摩斯 进行调查 具体长篇大论的情节呢 我们这里就不展开了 总之啊 最终查明的真相是 A与B 是同一个人 A到城里的工作 就是化妆成B 进行乞讨 这个结果就很意味深长了 一位那么体面的绅士 怎么会装扮成乞丐呢 同样啊 看起来那样糟糕的乞丐 又怎么会结婚生子 家财万贯呢 这两个人啊 无法被联系到一起 没有人会猜测出 他们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说啊 我们会用某类人的社会属性 来评判人 会自带滤网 把与其身份不符的特征 自动屏蔽 只保留符合他的职业的一些特征 比方说警察啊 是正义的化身 这种职业呢 自带光辉与神圣感 我们呢 就会把具有这种社会身份的人 行恶事的可能性排除在外 如果说一个人 长成外貌差强人意的 卡西摩托那样 那我们就会认为呢 他的品德啊 相应会差一点 但是事实上 每个人真实的样子 并不是眼睛能看到的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侦探小说 最后查明的凶手的身份 就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 完全违背了我们正常的看人标准 这到底是个怎样的故事呢 下面啊 我们将详细的进行讲述 这本书的作者啊 是当代最畅销的推理小说家 东野龟武 侦探小说民们对他一定不陌生 他几乎成了推理小说的代名词 作品本本畅销 是不折不扣的人形印钞记 1985年 东野龟武凭借放学后 获得了江户穿乱部奖 开始了专职协作 他的小说呢 多次获得各种大奖 例如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植木奖 他的作品 白夜行 换夜 恶意等 一度引起阅读热潮 进入21世纪 几乎每年都有根据他的小说 改编的影视作品发行 例如这几年频频搬上大屏幕的 嫌疑人X的现身 解忧杂货铺等 东野龟武的早期作品呢 是本格派推理 后期偏向于社会派推理 本格派呢 侧重于和读者站在同一视角 对故事进行描绘 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 享受解谜的乐趣 我都给了你这么多线索了 你倒是把凶手找出来啊 而后期的东野龟武呢 善于把日本社会问题 例如家庭 人性 制度 伦理等话题 融入到故事中 侧重于对人性的剖析与深挖 皆是各种 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 同时又设计出 精巧奇鬼的计谋 通常结局出人意料 又合乎情理 他笔下的罪犯 极少有内心丑陋贪婪 狂妄知己的亡命之徒 大部分人是曾经被伤痛灼伤 而开始了犯罪的道路 站在这些人的视角 似乎杀人变成了一件逼不得已的事 让人唏嘘惋惜 甚至于同情 恨都不甘有 现在我们要介绍的这本 完成于2008年的小说 流星之伴 获得当年日本年度推理小说第一名 曾创下连续56天 平均每15秒 售出一本的佳绩 由此改编的日剧 囊括六项大奖 这不仅仅是个简单的推理小说 其中更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羁绊 温情 道德的回归 救赎等 好了 说完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和作者概况 下面呢 我们将分为三个方面 为你来详细讲述书中内容 第一个重点内容 一场意外 他们被永远的剥夺了童年 第二个重点内容 艰难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羁绊与温情 第三个重点内容 千回百转之后 道德回归到最原始的起点 下面呢 我们开始讲述第一个内容 一场意外 他们被永远的剥夺了童年 深夜的一间民居 小男孩公医和太府 轻轻的推开窗户 准备避开父母 偷偷爬出去 看阴仙座流星雨 他们在商量着的时候 妹妹静耐醒了 也要跟着去 他们并不知道 在几小时后 兄妹三人的童年 就被残忍地剥夺 命运完全被改写 此刻的他们 分别是小学六年级 四年级 一年级的学生 三人到了一处空地 铺开垫子 可是今天的夜空 却星云密布 这样的气象条件 根本不可能看到流星 他们等了一会儿 天空下起了小雨 好像滴下的眼泪 他们只好 对着已进入梦乡的妹妹返回 捏手捏脚地 走进自己家的大门 公医看到父母的卧室门 开着一条缝 以为偷跑出去 被父母发现了 正等着惩罚他们 可是又感觉不太对劲 她从门缝里 看到了母亲的双脚 母亲好像躺在地板上 公医轻轻地推开了门 浑身血液停住了 双情浑身是血 躺在血泊里 她一步步退了回来 妹妹静奈 仍然趴在她后背 睡得正香甜 弟弟太府在后门外停车 后门突然开了 跑出去一个陌生人 那人过于慌张 竟然没发现 边上站着个小孩 太府觉得奇怪 绕到前门 却看到哥哥 神态异常地走了出来 报了警 警官薄园第一个来到现场 接着其他警察纷纷赶到 现场只留下来一把指纹被擦除掉的雨伞 其余没有任何明显的罪犯留下来的证据 但是奇怪的是 凶手有将雨伞指纹擦掉的时间 却没有将他拿走的时间 刑警们只好针对这把伞展开了调查 弟弟太府在突发失语症几天之后 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我看到了杀人凶手 警方按照他的描述画了肖像画 捉拿嫌疑人 然而 不管是在雨伞 还是肖像画方面 调查始终一无所获 一无进展 附近有名 生前开了一间洋食屋 经营祖传红烩牛肉饭 现在店铺及房屋不得不拍卖 偿还贷款 家已经支离破碎了 孩子们到了福利院 一场没有看到的流星雨 一个噩梦般的 迫使他们告别童年的夜晚 他们被迫残忍地面对这世上的离别 背上了深重的仇恨与悲哀 工医高三毕业 快要离开儿童养护设施了 夜里他和弟弟顾忌重演 从窗口爬了出去 带上妹妹敬奈 一起去看一场流星雨 这是完成他们童年时未了的心愿 也是告诉自己 不要忘记背负的责任 虽然他们想要逃避 不愿意面对过往 但是逃避没用 没有人可以帮自己 他们的生命轨迹 从童年时看流星雨那晚 就已被扭曲 那么从哪里扭曲 就从哪里开始吧 好像是对他们亏欠的补给 这次他们看到了美丽的流星 以此划破长空 在蔚蓝的夜幕中 爆出一条条优美的弧线 父母惨死的场景 再次浮现在眼前 他们在流星下立下誓言 要齐心协力 手刃凶手 但是生活 从来没因为人的处境困难 而停止开玩笑 他们本分地做着工作 却不同程度遭受到骗子的欺骗 无奈及怒气之下 他们以牙还牙 也成了诈骗犯 兄弟三人联手 实施了一个个成功的诈骗 最后一次 他们将目标 锁定在开洋食物的富二代 形成身上 准备大干一场就收手 这次有了意外收获 太府无意中发现 行程的父亲郑行 就是十四年前 他看到的 从后门溜出去的人 是杀害父母的嫌疑犯 这时妹妹静奈 又吃到了行程家的 招牌红烩牛肉饭 竟然情绪不能自已 因为他品尝出了 和小时候父亲做的牛肉饭 分毫不差的味道 我们都知道 嗅觉与味觉 是人的记忆深处 根深蒂固的东西 很容易被唤起 静奈的味觉被唤醒 而父亲有名 绝门手艺从来不外传 他把配方 记在笔记本上藏起来 公一想起了 自己小时候偷偷看 被父亲发现 狠狠打了一巴掌 叫他不要搞这些 偷偷摸摸的事情 于是公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发现正行的发迹 正好是在自己父母遇害之后不久 他大胆猜测 是否正行为了秘方杀人 但是又有个疑点 就是当年案发之后 记载配方的笔记本 并没有被拿走 但是光凭一碗味道逼真的牛肉饭 和太府的记忆 证据并不充分 如果贸然报警 警察并不会依次审讯正行 或者正行死不承认 那警察也没有办法 再说经过这个差距 以后也再也没有 为父母报仇的机会了 眼看着15年的案件 追溯时效期就要到了 于是兄妹三人临时修改了行骗方案 将之改为复仇方案 他们制定了一系列完美的局 引导着警方 在他们部下的局中 一步步向前 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正行身上 就在大家认为真相即将揭晓 嫌疑人将要落网时 出现了反转 最后关头 正行讲出当年自己 与受害者的交集 他到有名家时 雄杀案已经发生 随着正行的讲述 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 如闪电般 从公一印象里跳了出来 这些杂乱的拼图 在他的脑海里 拼成一幅精细的图案 公一猜出了事情的原委 他要求单独和警官伯源讲话 原来警官伯源 才是杀害他父母的凶手 在公一的结问下 或者说 伯源本来这么多年 就生活在内疚和良心的谴责下 他从天桥跳下去 自杀身亡 好了 以上是我们讲述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一场意外 他们被永远地剥夺了童年 兄妹三人没有停止过寻找凶手 他们凭蛛丝马迹安排了一个局 最终真正的凶手伯源落网 下面我们讲述第二个内容 艰难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羁绊与温情 随着案件的审核 被害者有名的过往慢慢呈现出来 他沉溺于堵马 欠下五百万日元的堵资 无法偿还 把牛肉饭秘方以五十万日元 卖给正行后 才凑到两百万元 眼看着还款日期临近 有名想到了做警察的伯源 希望对方能帮自己想想办法 伯源提出将两百万先借给自己 自己再去和那些赌徒们交涉 因为本来赌马就是一项非法交易 但是有名不同意 为了拿到这笔钱 博源临时起义杀了人 并且将看到这一幕的有名妻子 也杀了 为什么两百万日元 就能让身为警察的博源杀人呢 是因为他的儿子患病 急需做手术 前妻哀求他想办法 他急需这笔钱 等到回到警察局 才响起雨伞忘了拿 在报警电话响起后 他第一时间就来到了凶杀现场 其实说的准确点 应该是他重返凶杀现场 把雨伞上面的指纹消除掉 那太府从后门看到的郑行 又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郑行开了洋食屋 却因为手艺欠佳 生意一直不好 正好有名缺钱 双方以五十万达成了菜谱交易 有名告诉他晚上去自己家里拿配方 晚上郑行如约过来 却看到了那幕惨剧 他知道此地不宜久留 正准备走 看到桌上放着一叠打印的白纸 第一感觉应该是菜谱 赶紧抓起来从后门走了 慌乱中拿错了伞 也就是说 博元杀人后留下了一把伞 郑行接着也带了一把过来 因为两把伞外观非常像 郑行慌乱中把博元的伞拿走了 回到家里才发现 所以郑行拿走的伞上 留有真正的凶手博元的指纹 而留下的伞被不知情的博元 擦除了指纹 郑行知道这件事没有结束 十几年来 他一直用塑料袋 小心地保存着那把伞 在拿出来的透明长柄雨伞上 公衣无意中看到了 弯曲的手卧外的细微刮痕 当年的博元陈明于高尔夫球 那天晚上 博元倒拿着一把黑色雨伞 练习灰镖的场景 重回公衣的眼前 黑色雨伞是接到报警的博元 后来带过来的 当时正在下雨 郑行在讲述时 博元一直沉默不语 其实当公衣兄妹以为郑行是凶手 不断地抛出假证据时 就引起了博元的关注 因为他发现 过了这么多年 显示别人为凶手的证据 被接二连三地发现 他是位有经验的老警察了 职业让他有着很强的逻辑与分析能力 很容易推导出有人在引导警方 肯定是公衣他们 博元知道一定是有人发现了什么 事情也需要败露 这么多年 他都在懊悔自责 再加上丧子之痛 他的生活早已经没有快乐可言 他想彻底摆脱 于是写好了遗书 封存好 面对公衣的逼问 他的最后防线崩溃了 跳下天桥自杀而死 博元生前一直和公衣保持联系 希望他们兄妹互相鼓舞着走下去 这当中有三个原因 一是在赎罪 补救他犯下来的罪孽 二是怀念自己的孩子 如果还在的话 也和公衣差不多大 最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其实也在探听着三兄妹的动向 公衣对博元 有着长辈的敬重与依赖 因为这个人 在他六神无主最无助的时候 第一时间赶到 博元当时表现的 对他父母的案件特别积极 公衣盼望博元 能够早日找到真凶 但是 就是这个他最敬重的人 却是杀害父母的凶手 这个凶手 隐藏在自己身边十几年 没被发觉 这是他们之间的羁绊 仇人与被害人之子 还有博元与夭折的儿子之间的羁绊 博元带着沉重的枷锁 活了十几年 他对于公衣兄妹 或许是真关心 但更多的是心里的内疚 他也知道 总有一天 这些孩子们会把他逼入绝境 他将三位小孩害成孤儿 自己也承受着丧子之痛 除了以上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羁绊 还有兄妹间手足之情的羁绊 父母的亲情羁绊 父母去世后 公衣就担负起了长子如妇的角色 承受着更多的责任 帮年幼的弟弟妹妹 挡住生活的不怀好意和名腔名剑 不幸的童年 没妨碍这个沉默隐忍的少年 成长为聪明稳重 思维缜密的大人 所有事情都是他在出谋划策 他们为了生存在诈骗 必须十分小心 不能让警察知道 三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这是互相保护的手段 他们的命运 在父母被害的那个晚上 就紧紧羁绊在一起了 还有正行的羁绊 当年他目睹了被害夫妇的惨状 却没有及时报警 并且用不光彩的手段 拿到了菜谱 靠着这份菜谱和勤奋 发家致富 开了多家分店 成了社会上流人士 但他心里的内疚与惊慌 却一直无法消除 我们看到 因为一起谋杀事件 把几个人连接到一起 产生关联 好了 以上是我们讲述的第二个内容 艰难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羁绊与温情 包括家害人与被害人之子的羁绊 设事的正行心理的羁绊 主要是对被害人感到内疚 对自己懦弱与自私的羞愧 兄妹之间的温情 与一定要为父母报仇的感情 下面我们接着讲述第三个内容 前回百转之后 道德回归到最原始的起点 我们先看三兄妹 本打算骗富二代行程 一千万日元之后就收手 然后找个地方做点正经事 但是却意外报了双亲被杀之仇 他们反思到之前的诈骗实在不应该 于是借来了钱找到了被诈骗者 以一种不被发掘的方式全部还给了他们 然后兄弟俩准备去自首 保护好小妹妹尽难 因为父母的被害与生活的不公 他们在短时期内走上了一条歧路 但是良知未曾泯灭 比方说他们只诈骗一定的数额 在此之外从不贪心 他们做着不耻之事但有原则 所谓道义有道 最后他们见证了法律的正义 重新走回了对的道路 认真做人 我们看柏原警官 在整本书的出场中 都以一个正向的面貌出现 凶杀案发生后 柏原和同事邱村还积极奔走 凶手在装模作样地查找凶手 这太讽刺了 柏原在临死前的自白书中 除认罪外 还把公医他们做假证据 引导警方的行为 全部揽到自己身上 说是自己故意策划 为的是拖延时间等诉讼期过 万事大吉 他在尽力保护受害人之词 被以制造伪证罪起诉 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种救赎 也是道德的回归 再说正行 他的总店靠有名的牛肉饭 独家配方大发 但是开分店都要求各店长 自创一份有特色的牛肉饭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心里存有羞愧 因为他的发家史 是另一个家庭的血泪史 所以不想再用这份配方赚钱 因为从道德面来讲 他认为自己实在不配 当一名出色的社长 当然了 不用配方 另一方面的考量 是因为不安全 书中的几个人 都是在好人与坏人之间 相互切换 我们无法通过某一件事 去定义这个人 到底是善还是恶 因为人在不同的环境与境遇下 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另一面 我们也不敢忘说了解自己或别人 比如说柏原 在害人之前 他没想过要这样做 事情发生后 他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这样做了 三兄妹为了生存进行诈骗 为了将嫌疑犯绳之以法 制造伪证 柏原沉迷于高尔夫这项贵族运动 花费巨大开支 凑不起儿子的手术费 最后铤而走险 正行为了拿菜谱的事不被知晓 不及时报警坦白 他们都犯下了过错 但是 不管他们从怎样绞尽脑汁去隐藏罪过 在千回百转之后 他们都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不当之处 进行了反省 尽最大可能进行补救 回归到道德最初的起点 以上是我们讲述的第三个重点内容 千回百转之后 道德回归到最原始的起点 我们看到 尽管他们都不同程度的犯下了过错 但是在道德与良知的拷问下 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对无辜的人造成了伤害 于是 以自己能够的方式进行救赎 好了 到了这里 这本书的内容就讲得差不多了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首先 我们讲了兄妹三人 半夜跑出去 看一场流星雨 流星没看到 等待他们的是父母被杀的惨剧 在福利院长大的三人立下誓言 一定要手刃凶手 为父母报仇 长大后的三人 都不同程度的遭遇到别人的欺骗 于是 他们也以诈骗为生 在一次行骗过程中 无意中 发现了疑似杀害父母的嫌疑人 于是 他们制造了一系列假证据 引导警察 将目光 锁定到嫌疑人身上 但是最终结局 却峰回路转 杀人凶手 竟然是一直 关心三兄妹的警官 伯源 其次 我们讲了书中人物之间的 羁绊与温情 伯源被复杂的感情纠结 他为了救自己的儿子 却让别人的孩子 成了孤儿 为了弥补罪过 他一直关心 鼓舞着三兄妹 互助互爱 其实说到底 与其说他在救赎 也可以说是在观察三人的动向 公医在父母去世后 就担负起了长子如父的责任 他尽一切可能守护好弟弟妹妹 三人齐心协力 被共同的命运连接到一起 最后 我们讲了每个人的救赎 与道德的回归 虽然书中人物的犯罪 似乎都是临时起义 迫不得已 但并非情有可原 因为他们的行为 侵犯了别人 这些犯错的人 余生都被罪恶缠绕 在巨大的被良心 结吻的压力下 他们都进行了反思 以自己的方式 赎了罪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